说起奥圈这段时间最火的话题 那肯定是新奥特利加无异了 毕竟只要和某敌性奥特曼扯上关系 你想不火都不行 关于新奥的一些情报 阿泽在之前的两集节目中已经说了一部分 前几天 远古又公布了女主照片 及部分设定 这言之 年轻就是好啊 希望远古化妆师不要不吃好歹 根据之前放出的情报 主角真中剑物的变身器 胜利火花透镜 是由地球和平同盟 TPU组织的精英胜利队 解析超古代遗迹中的神器 制造出来的道具 而关于这项解析技术的由来 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 他就是正木进吾 正木进吾 真中剑物 名字这么像 难道是父子 正木进吾是谁 天才物理学家 就连原属于TPC的丹后博士 都忍不住赞叹 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除了智商极高 他的拳脚功夫也是一流 几下就干啪了我男神大鼓 正因为如此 丹后博士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想和他一起完成量产奥特曼的计划 接着就是邪恶迪迦的出现 其实这里有个误区 邪恶迪迦的石像 其实并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虽然正木进吾 与丹后博士 确实有这个想法 为此 他们还把装有石像粉末的箱子 偷了出来 但是量产石像 只是他们的下一步计划 在此之前 他们还要先经过实验确认 计划到底可不可行 所以在这之前 正木进吾 通过自己制造的盖欧扎克 在雄本市的地下 成功找到了邪恶迪迦 和盖迪的超古代石像 顺利拿到神光棒之后 正木进吾成功便认为邪恶迪迦 可惜的是 正木进吾将光之战士的使命 错误的理解为 强制的引导人类进化 他的内心并不足以驾驭光的力量 最后导致了邪恶迪迦的暴走 尽管如此 邪恶迪迦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悍的 不管是光线 还是体数 基本上都能和迪迦五五开 虽然最后死于剧本 但是邪恶迪迦的实力 还是给人留下了 比较深刻的印象 邪恶迪迦的出现 超过了很多人 对奥特曼的认知 原来人类是可以变成奥特曼的 既然这样 人类是不是可以通过 类似的技术 制造属于自己的奥特曼呢 毕竟奥特曼的出现 都是无法预料的 如果人类 掌握了制造奥特曼的技术 那对于人类来说 奥特曼就成了随教随道的工具 地球人 就再也不会害怕怪兽了 还真有人是这么想的 迪迦剧场版最终圣战中 因为迪迦的消失 急于补充战力的TPC 开启了名为F计划的绝密任务 这个计划的内容 这是派遣部队 前往两年前 迪迦和加坦杰恶 决战的陆路也遗迹 寻找巨人的实相 不曾想 这支队伍误打误撞 将三天万年前 被封印在这里的 三个黑暗巨人 放了出来 最后迪迦 要不是解锁闪耀形态 打败了迪莫杰恶 地球恐怕又要再一次陷入黑暗 那么造成这一系列事件的 罪魁祸首是谁呢 正是这么近无 如果不是经历了邪恶迪迦事件 TPC压根不会知道奥特曼的秘密 也根本不会考虑 寻找巨人实相的事 黑暗三人组的复活 就更无从说起了 故事发展到戴拿奥特曼中 F计划 被当时身居高位的全层参谋窃取 他制造了一个 名为泰拉洛伊德的巨人实相 然后通过种种调查 知道了飞鸟性就是戴拿的真相 在将飞鸟性抓来之后 他利用特殊装置 抽取了飞鸟性身上的光 并将其注入了泰拉洛伊德体内 注入了光粒子的泰拉洛伊德 虽然外表与戴拿相似 但是本体是没有意识的 乍上拳腾当时没有考虑到 能量维持的问题 在泰拉洛伊德对阵斯菲亚时 频繁发射光线 没多久就亮起了红灯 最后贾带拿被斯菲亚附身 变成了超合成兽人 杰尔加诺德 和最终圣战中一样 带拿中TPC 因为太过于失眠奥特曼的能力 企图操纵自己并不了解的力量 来保护地球 最后都被证实是行不通的 是邪恶迪迦事件 让人类看到了人造奥特曼的可能性 但是邪恶迪迦和贾带拿 实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邪迪的实相是之前早最有的 而泰拉洛伊德则是完全人造的 邪迪的暴走 是因为正不禁无 驾驭不了光的力量 而泰拉洛伊德 则是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战斗机器 根据之前的情报 我们能知道 特曼加的变身器是人造的 结合之前的人造奥特曼事件 我们可以猜测到 特曼加中的精英胜利队 之所以可以制造胜利火花透镜 一是因为超古代遗迹的数据分析 二是因为特曼加中的精英胜利队队员 圣章人所掌握的高科技技术 而这种技术的来源 极大可能是从光遗传因子转换器技术中 改良而来 也就是说 特曼加的出现 其实也是邪恶迪加事件的蝴蝶效应 只不过这次 地球人的科技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再也不会出现 像邪迪那样的意外了 当然 这些只是阿泽的一些推测 如果不对 就当我没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我是阿泽 关注我 以后上瘾的